作为端午节的民俗食品,粽子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文化含义。 端午节临近,粽子国际标准立项再度引发关注。 在2019年9月召开的第21届CAC亚洲区域协调会上, 粽子国际标准正式通过立项审查,将由国家卫健委和农业农村部、 中国商业联合会组织相关专家和企业组建工作组, 代表中国牵头完成标准制定工作。 为何要为粽子设立统一国际标准? 近日,中心社记者电话采访了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、 中国商业联合会标准化总工程师张立军。 更何况,粽子也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的,具有悠久历史的, 有代表性的,有文化特质的这样的一种产品, 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,增强中国食品,在国际的竞争力和影响力。 据悉,五方斋集团作为行业代表,参与并主导该标准的起草工作。 企业负责人徐伟介绍,2003年,他们就曾主导起草粽子国内行业标准, 对产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。 随着时代发展,这一标准也需要与时俱进。 那么现在已经到了2020年了,通过这个进出口的贸易, 其实我们的产品已经向往了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等一些国家和地区。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,我们也发现,其实各个国家对种子这个特别中国的产品, 它可能并没有特别的理解,可能在有些健康、卫生或者一些指标上面, 它并不是完全一致的。 那所以呢,我们也觉得如果种子再要想突破它目前在国内消费的圈子, 然后走向世界,它可能需要更高的这个标准来去使它有更多发展的这个前进。 针对一些民众提出,种子应有不同形态口味,不应为其建立统一标准的质疑。 徐伟解释说,所有食品都有共性和独特性, 此次建立的国际标准并未对种子的用料、口味等具体特征进行规定, 更多是针对食品安全等领域所建立的规范。 我们所要做的标准是指在这些不同国家, 不同民族,不同品牌当中,我们找到一些共性的特征。 比方说,我们要用某一种植物的叶子来包裹, 用糯米或者其他谷物来做的食品, 那这是一个通俗的定义。 这个植物的叶子那就是多元化了, 它的叶子是怎么样的,或者它里面的馅料是什么样的, 在标准当中是并没有规定的。 统称为种子,如果是没有这个叶子, 也许大家都会觉得它只是个饭团。 这就是制定标准的意义所在。 一些工艺的操作, 比方说我的健康内的, 包括微生物理化内的这些指标, 这个我觉得食品安全的考量, 那应该是全球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的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